第126集 吴军想向西进兵 但因梁军聚成死守 便不敢越过梁向西进兵 因此 吴军就前来进攻条侯周亚夫的军队 梁军在下意相遇 吴军急于求战 条侯坚守壁垒不肯交战 吴军梁道断绝 士族饥饿多次挑战 周亚夫始终不应战 周亚夫的军营中 夜间突然惊乱 内部互相攻击 甚至闹到了周亚夫的大帐附近 周亚夫坚持睡着不齐 过了一会儿就恢复平静了 吴军向汉军迎垒的东南角调集军队 周亚夫却命令 营中加强对西北方向的防御 不久 吴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营西北 因汉军早有防备 不能攻入 吴楚军队中有许多士族饿死 或者背叛逃离 吴王就领兵撤退了 二月 周亚夫派出精锐军队追击 大败吴楚军队 吴王刘碧丢下他的军队 与几千名精壮士兵连夜逃跑 楚王刘悟自杀 吴王刚开始举兵叛乱时 吴国臣子田路博担任大将军 田路博说 大军集结向西进攻 没有可以出骑兵的通道 难以成功 我请求给我五万人马 另外沿长江淮河逆流而上 占领淮南长沙 攻入武关 与大王主力军队会师 这也是一路骑兵 吴王的太子劝阻说 大王以造反为名义 这样的军队不能让别人带领 假若别人也背叛您 又该怎么办呢 况且 让别人全权指挥一支军队 又走另外一条路 容易产生很多其他厉害问题 只是白白的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吴王就没有批准田路博的请求 吴国的青年将领桓将军 劝吴王说 吴国军队步兵多 步兵立于在贤祖的地方作战 汉军中以战车骑兵为主力 战车和骑兵立于在平原地去作战 希望大王不进攻沿途的城池 挥兵直进 迅速向西进兵 占领洛阳武库 利用熬仓的粮食供应军队 凭借山市和黄河天险号令诸侯 这样即使没有进入韩谷关 天下就已经被您平定了 如果大王进军缓慢 因沿途攻占城邑而延误时机 汉军战车骑兵到来 冲入梁国和楚国的郊野 您的大事就失败了 吴王征询老将军们的意见 老将说这个年轻人让他去冲锋陷阵还可以 怎么懂得全局战略呢 于是吴王不采用还将军的计策 吴王独揽全军指挥权 在吴军尚未渡过淮河时 吴王就把投靠他的重兵客 任命为将军校尉军侯军司马 唯独周秋没有得到任用 周秋是下批人 刘王到吴国以卖酒为生 品行不好 吴王刘弼很鄙视他 所以未雨任用 周秋就自己求见吴王说 我因为没有本事 不能在军队中为您效力 我不敢要求带兵做官 只希望从大王处得到汉朝的一个福洁 必定做成一番事业来回报大王 吴王就给了他 周秋得到福洁 连夜驱车进入下批县城 这时下批的官员得知吴王叛乱 都聚成防守 周秋到达驿战后 传召县令进入室内 命令他的随统用罪名把县令杀死 接着就召见与他的兄弟们 友善的有权势的官吏说 吴王已经造反 大军马上就到 屠灭下批城 不过是吃顿饭的事件 如果先归降吴王 家事必定保全 有本事的人还能立功封侯 官吏出去后 转告给其他人 这样下批的官民 就都归顺了吴王 周秋一夜之间得到三万人 派人向吴王汇报 就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方攻取成意 打到承阳时 周秋的军队已经有十多万人了 打败了承阳中尉指挥的军队 周秋得知吴王失败逃走 自己估计无法和他共同成就事业了 就领兵返回下批 还没有到达 因背上生毒疮而死去 人舞会三十日发生日时 因为吴王刘碧 丢掉自己的军队逃跑 吴军就崩溃瓦解 很多部队渐渐地 向太尉调侯周亚夫和梁国的军队投降 吴王刘碧渡过淮河逃到丹土县 依附冬月以求自保 约有军队一万多人 并召集逃散的士兵 汉朝派人用金钱利路收买冬月首领 冬月首领就骗吴王诛来慰劳军队 派人用毛脊刺杀了吴王 装着他的头颅 派人乘船车 急迟到汉朝廷报告 吴王太子刘居逃亡到芈月国 吴楚叛乱 共三个月的时间就全被平定 这时所有的将领都认为 太尉周亚夫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 但是梁王却因此与太尉有了矛盾 当焦西王等三个诸侯王的叛军围困林的时候 齐王派一位姓陆的钟大夫向景帝报告 景帝又命令这位姓陆的钟大夫返回齐国复命 告诉齐王坚守林 说 朝廷军队已经打败吴楚叛军了 陆钟大夫赶回时 三国的军队已把林城重重包围 无法入城 三国的将领迫使陆钟大夫与他们结盟 说 你反过来说 汉朝廷的军队已经被打败 齐国赶紧向三个王国的军队投降吧 不然林就要被屠灭了 陆钟大夫应允了 到了城下 远远地见到齐王 他就说 汉已经派出百万大军 让太尉周亚夫指挥打败了吴楚军队 正领兵前来救齐 齐一定要坚守不祥 三个王国的将领杀死了陆钟大夫 齐都城当初被围紧急时 齐王曾暗中与三个王国联络 准备参与叛乱 蒙约未定 恰好陆钟大夫从汉朝廷而来 齐王的大臣们又劝他不能向三国叛军投降 恰逢汉将鸾部 平阳侯曹湘等率军到达齐国 打败了三国的军队 解除了林之围之后 汉军将领听说 齐王当初与三国密谋勾结 就准备调集军队攻打齐国 齐孝王害怕服毒自杀 焦西王焦东王川王分别领军队返回封地 焦西王赤着脚坐卧在河干边的席上饮水 向太后请罪 焦西王的太子刘德说 汉军已开始撤兵 据我观察 他们已经很疲乏 可以突袭 希望召集大王的残余军队去袭击他们 如果突袭不能获胜 再逃入海岛隐蔽也还不晚 焦西王说 我的部队都已残破 无法作战了 龚高侯寒颓当 给焦西王送来一封信 信中说 我奉皇帝诏令诛杀不义的人 投降的赦免他的罪名 恢复原有的官决 不投降的一定要消灭他 你准备选择哪一条道路呢 等待你做出选择 我好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焦西王光着上身磕着头 来到汉军营垒前请业 他说 我留尊法不谨慎 惊害了百姓 竟使将军辛苦地远到来到我们这个穷国 我请求厨夷剁成肉酱的惩罚 对我绝对那样展示 竟仍 Cool 你化了百姓 这这几个人是这个穷台画回来到什么路 Okay 我问你今天要是什么 coding 你明明明如有的事 你展示他